不要做一个伤害别人的人 禁思语朗朗上口 每个孩子都能念上好几句 它就是一个启发善念 让孩子在生活中就可以运用 因为禁思语就是很平常的话 孩子其实是可以很容易入心 26岁的林同学是研究所高材生 读了好多年书 最喜爱的还是这一本禁思法语 看别人不顺眼时要先调整自己 读禁思语带人处事更正向 林同学写了满满的禁思语国小学习单 至今仍被熊雪庙完整保存 小时候的她接触禁思语有了转变 会增加同理心 就是会让我去开始去想说 妈妈很辛苦 然后她妈妈工作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一定要帮妈妈做家事 不然就是照顾妹妹之类的 熊雪庙说 这就是禁思语带来的智慧 禁思语不只影响个人 还会带动整个家庭 我曾经就有孩子是因为 有这句禁思语 然后改善了她父母亲 争执的一个过程 是妈妈来告诉我的 熊雪庙的禁思语教学 长达25年 未来仍会继续 把禁思语的文字力量 带动出去 大爱新闻黄子玲 李月威 台中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